一不小心烫的哇哇叫 于美人秀厨艺仿佛 重现失控厨房直播场景 随性料理风格成了她的招牌 各式美食轻松端上桌 于美人在粉丝团直播 失控厨房料理单元 已经超过一年 累积了不少死忠粉丝 我的失控厨房 想要传达的理念就是 简单的步骤 然后都非专业的 可是呢 我如果于美人会做 你应该也会做 所以就会鼓励很多人 带动在家料理风潮 看似随性但却很讲究 尤其是调味料更是要求 而中式料理必备的酱油 就是其中之一 我很想做黑豆的酱油 而且我希望用台湾的 原生种的黑豆 因为他们坚持纯酿造 那么所以呢 我自己也去看过 很多次的这个工厂 其实所有东西要好 它的原材料都要好 所以他们是有冷冻柜 放黄豆的 本土纯酿造的酱油 标榜通过SGS认证 炉后消费者芳心 名人也不例外 三天新闻 蔡明华与春亚泰报道